Kongiza是很好備份電腦的一個工具 那你在Google上面搜尋Kongiza 它就會連到國家高速網中心的再生輪中 Kongiza專區 選擇下載 選擇下載之後 它會調到這個頁面 它有好多個版本你可以測試 那目前我自己比較喜歡用的是 Ubuntu這個所謂的替代版 因為它支援的網卡比較多 好,那就點選 然後它問你要下載ZIP檔 還是如果你要燒成ISO 燒成光碟就建議你下載ISO檔 那現在都不建議你 因為畢竟光碟也是一個負擔 那我們都用隨身碟來做 那隨身碟來做可以用ISO檔 也可以用ZIP檔 都可以 那我目前我最習慣是用ZIP檔 選擇下載 然後待到下載頁 待到下載頁之後 這個ZIP檔它自動會跳出來 很確定 好,因為我下載過就不再下載過 好,在了 好,下載完 你在下載專區 下載裡面 我們就會有這個ZIP檔 那這個ISO檔位順便下載回來 好,那下載回來之後怎麼處理 找一顆1G以上的神聲碟就可以 那記得這裡不可以有重要東西 因為我們要把它格式化 格式化完 我們再把我們的ZIP檔 使用壓縮管理源開啟 把它解開 解到哪裡 解到我們隨身碟裡面 那這樣子我們所需要檔案就已經進來了 但是這一隻水深碟還是不能開機 因為我們知道開機有它必要的層次 要放在固定的地方 所以當我們完成檔案的複製之後 我們要去做這隻水深碟 讓它可以開機 那這隻水深碟可以開機 開機 程式在UTILS這個資料夾裡面 在這個資料夾裡面 好,我們稍微等待一下 就看你隨身碟寫入的速度 好,解壓縮完成 讓我們知道我們這一隻水深碟 那我們現在要知道我們隨身碟 在這顆電腦裡面 它所在的 它的代號 所以 我們接下來進來 UTS這一個 UTILS這一個 Linux的開機執行程式 在這資料夾裡面 如果你是Windows 它就分32跟64位元 就看你電腦的狀態 大部分現在Windows也到64位元 那我們在這裡開啟終端機 Sud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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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換成最高權限 輸入密碼 好,我們用df-h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隨身碟在哪裡 我們現在隨身碟是 s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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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第一個partition sdd是 第幾顆水深碟 sda是第一顆 那我們是sdd 這個要記住 那我們下的指令是 bash 這一個檔案 sdd1 makeboot 他幫你做 就這一個 這一次程式 那你要告訴他 你的損失碟在哪裡 div底下的sdd1 記得這樣下 bash 就是我們要執行P字檔 執行哪一個程式 boot makeboot 這個.sh 這一次程式 然後空一格 你要跟誰做 做到哪裡去 那請你不要下到第一顆硬碟 下到第一顆硬碟 你這顆硬碟 就不能開記了 好,Enter 然後他會再問你一次 他找到的這顆水深碟 是4G的 好,對不對 如果是 就請你按what 要不要 他是真的要裝NBR層次 是到這裡面嗎 答案4 再問一次 因為他裡面資料會全部刪掉 是 這顆水深碟就會可以開記了 好,做完之後 他也告訴你一個 如果你還要怎麼樣做 怎麼樣做 好,大概這樣子做完 綠色的話是這個 他已經成功做完 那這一顆水深碟就可以開記了 來吧 可以 還會 總會 就會 做完 module 故事 做完 有